追踪第一線 今天要來討論的是 受到這疫後旅遊潮復甦 大陸的旅遊平台西城集團 就公布了今年上半年 近賺了人民幣40億元 詳情我們請北京特派記者林明珍 帶大家了解 大陸疫情管制鬆綁以後 出門旅遊成為許多人一定要做的事 也因為旅遊復甦 大陸最大的旅遊平台 協成最新財報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績單 協成集團他們在今年的第二季 淨營業收入是112億人民幣 年增達到了180% 超過2019年疫情前同期的29% 淨利潤達到人民幣6.48億元 那麼協成上半年的營業總額 是204億人民幣 淨利潤40億 也就是約合台幣169億 財報數據同時顯示 大陸國內旅遊是相當的火熱 協成國內酒店預定量 年增170% 比2019年同期增長超過60% 協成集團整體酒店預定量 年增160% 創下歷史新高 整體機票的預定量也衝出新高 年增率是成長近一倍這麼多 那麼旅遊行業復甦也帶動了就業 統計的數據顯示 協成集團的正式員工 加上線下門店從業人員 以及在協成平台註冊 從事旅遊業的導遊 從業人數目前是已經超過了10萬人那麼多 不過雖然大陸境內旅遊非常火爆 但出境旅遊恢復還是相當的緩慢 中國航鞋它在第二季的國際旅遊 旅客的運輸量只有612.6萬元次 只恢復到2019年同期的33.7% 其實中國大陸解禁對日本旅遊限制之後呢 是一度出現了複日潮 但是隨著這股熱潮 因為日本排放核廢水的議題已經降溫了 甚至這個退單率達到了5成 所以南韓趁機出手搶客 是不是出現了暴買潮 我們請林真帶大家了解 時代中報報導 大陸解除隊去日本等國家的旅遊限制以後 8月中旬日本團隊旅遊的產品預定量 是環比上個月同期增長近9成 預定時依出發到日本的團隊產品 環比增長是超過了5倍 不過隨著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的發酵 大陸遊客取消到日本旅遊的現象是集中的發生 北京就有業者說退單率是高達了50% 日本旅遊業對於大陸到日本旅遊降溫 游行沖沖 眼看期待的大陸旅客爆買潮就要落空 但鄰國南韓沒閒著趁機來搶大陸商機 南韓中央日報就報導了 仁川市和仁川旅遊發展局已經宣布 已經和大陸優德集團敲定 在仁川舉辦員工獎勵旅遊活動 預計會有1萬名的優德員工會在2024年上半年以搭飛機 或者是渡輪或其他方式前往仁川進行七天六夜的旅遊 報導同時指出 這次優德集團的員工獎勵旅遊團體 是自2017年大陸限韓令以來 大陸遊客到南韓單一規模遊客人數最多的一次 另外 優德集團位於河南鄭州旗下員工有7萬人 仁川市政府也已經鎖定了 今年到2026年 總計將促成4萬名優德員工到南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